蘇澳鎮蘊藏許多農村好物 需要透過品牌建立與電商平台提升知名度 蘇澳鎮公所以蘇澳好物為品牌 不僅要徵選農漁產品 還要協助拓展產品通路 個人的想要來結合行銷的一個行銷策略 未來可能可以在 你可以比較長期來使用的這個行銷的模組是什麼 在這個過程裡面來跟電商一起 然後來跟各位一起討論 所以這個是一個計劃輔導的重點 所以這個是看不見的 但是這個可能對大家來說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當這個計劃在推動的時候 公所就會有這個量點膚塵 但是各位的事業是長長久久 為此蘇澳鎮公所也特別舉辦蘇澳特色商品研發推廣 蘇澳好物產業平台計劃說明會 邀請各界一起來關注參與 只要是農漁生鮮或農漁產加工食品 都可以來參加征選 而精選出的20項商品 將上架在無毒農及單樓電商平台上強化行銷 那這一個就是 當然受到氣候的影響 第二個就是這個通路 那再來當然就是品牌 這個就很重要 因為透過品牌可以提升我們農漁產品的價值 所以我們這個計劃 我們這個計劃很簡單 我們當時就是很簡單 第一個把我們蘇澳能見度提高 那以蘇澳為品牌來行銷 我們蘇澳的龍魚特產品 那這些龍魚特產品 當然就必須透過很專業的來協助來輔導 蘇澳好物預計在今年4月上線 並也利用社群資源規劃線上市集 除了行銷也會呈現品牌故事 讓消費更有溫度 宜蘭新聞記者黃朱翰採訪報導